根本听你个猫 同样要睡 一个年轻有为的重案组督查 入职多年兼兢业业屡破其案 就在他即将升任警司之际 却遇到了一起极为难缠的连环凶杀案 更为诡异的是 在追凶过程中 他发现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本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和天成一起来看 这部真凶难以猜到的香港悬疑惊总片 罪与罚 又名杀人犯 男主角阿光是一名督察 最近正在调查一起连环凶杀案 凶手的作案手法极其残忍 两名男性受害者的背后 都被电钻钻了多个小孔 最后失血过多而死 就在案子毫无进展之际 又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 即将退休的警察泰哥 在背后被人钻孔之后 又被人从一栋老旧公寓的楼上扔了下来 经过抢救 人虽然没死 但也陷入了重度昏迷状态 与此同时 阿光也晕倒在公寓七楼的走廊里 等他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竟然失忆了 他不记得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不记得这栋公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医生推断这是脑部撞击 引起的失忆 出院之后 阿光重新回到警局上班 可其他同事都用异样的眼神注视他 原来 警方查到 当时这是阿光发短信给泰哥 让他去了案发现场 而阿光除了被人打晕 没有任何其他伤口 另外 之前的连环凶杀案 都发生在阿光家的别墅附近 案发时 阿光又刚好正在休假 大家有此怀疑 阿光就是两起电钻杀人案的真凶 泰哥或许是因为查到线索 才被阿光杀人灭口 阿光敏锐地察觉到了 同事们的排挤和怀疑 他只想尽快查清真相 为自己洗脱嫌疑 现在警局里唯一信任他的人 就是好兄弟阿鬼了 两人一起重回公寓寻找线索 熟悉的场景 刺激了阿光的大脑 他突然回忆起来 自己好像是在酒楼晕倒 可目击者却是在七楼发现他的 可能是凶手为了掩盖 真正的案发现场 才将他转移到了七楼 两人立即来到酒楼查看 果然在设备室里 找到了一把染血的黄色电钻 经过鉴定 血迹正是来自昏迷的泰哥 可电钻上没有任何指纹之类的痕迹 线索到这里也就断了 阿光回到家后 儿子仔仔给他拿来一块蛋糕 阿光发现 仔仔正抱着一只 满身钻孔的木偶娃娃 上面的孔洞大小 和尸体上的一模一样 阿光吓坏了 慌忙质问儿子 这孔是谁钻的 仔仔惊讶地说 就是你钻的呀 阿光这才想起 自己也有一把黄色的电钻 于是连忙来到储藏室翻找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把电钻了 储藏室的门框上 有两个沾满血迹的钻孔 墙壁上还印着一枚 属于他自己的血掌印 阿光匆忙用钉子堵住钻孔 又用油漆掩盖了血迹 没想到第二天 钉子不翼而飞了 血掌印也重新出现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另一期报案 一名女子被人钻孔放血 眼睛里还插着两枚钉子 等他好不容易 从案发现场逃到马路上的时候 却不巧被一辆卡车撞死 阿光发现 死者眼睛里的钉子 跟自己用来堵住钻孔的钉子 一模一样 怪异的事情越来越多 让阿光心神不宁 他还在家中 找到一张儿时的合影 照片上除了他和妹妹 还有另外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这么多年过去了 阿光对这三个孩子 已经完全没了印象 但照片背后 清楚地写着他们几个人的名字 竟然分别对应着 电钻杀人案的三名受害者 随后 阿光又在家里 发现了一幅兔子形状的连线图画 图案风格竟然和死者背部 钻孔的连线图极为相似 而这幅画 是阿光的亲生儿子 生前送给他的 原来 宰宰不是阿光和妻子的亲生孩子 两年前 阿光带着儿子在公园玩耍 结果刚好撞上一名通缉犯 由于职业素养 阿光立即丢下儿子 去追通缉犯 没想到等他回来的时候 儿子已经掉进池塘淹死了 阿光依此陷入痛苦和自责中 情绪几乎崩溃 后来 他和妻子来到孤儿院 领养了 长得跟他们的儿子 有点相像的宰宰 好在宰宰乖巧听话 像个小大人一样 终于让阿光夫妇 慢慢走出了丧子之痛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阿光彻底懵了 目前找到的所有线索 都指向了自己 难道他本人 真的跟案子有关吗 会不会是那段 失去儿子的痛苦经历 让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呢 越来越多的不利线索 阿光的精神状态 变得越来越差 整天恍恍惚惚 局长也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 好兄弟阿鬼 嘴上说着相信他 实际上却是局长 派来监视他的 一天 两人正在查案时 阿光发现 有一个蓬头垢灭的流浪汉 正在偷偷跟踪他们 于是立即追了上去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阿鬼却说 根本就没看见什么流浪汉 他认为 是阿光精神压力太大 产生了幻觉 阿鬼将昏头涨到的阿光 送了回家 结果在阿光家里 意外见到了那张 与尸体背部钻孔连线图 极为相似的兔子图画 不久 阿鬼又在那名女死者的遗物里 发现一张阿光和三名死者 小时候的合影 这张照片和阿光 在自己家发现的那张 一模一样 可阿光却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认识死者 这下 阿鬼也开始怀疑 阿光就是凶手了 他带着那张照片 将阿光约到无人的海边 当面质问他怎么回事 已经陷入混沌状态的阿光 只好解释 自己是被人陷害的 并随口称 那个蓬头共命的流浪汉 才是真凶 说话间 阿光还试图 争抢阿鬼手里的照片 结果导致阿鬼脚侠一滑 从堤坝上面滚下来 摔成了重伤 至此 阿鬼已经彻底认定 阿光就是凶手 他掏出手机 准备报警 阿光一时慌乱 竟直接杀死了阿鬼 事后 他拿走了照片 并清理了现场的痕迹 阿鬼的突然死亡 让局长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 但他没有证据 只能暂时将阿光停职 为了找回记忆 查清真相 阿光来到医院 做了全身检查 出人意料的是 医生在他的血液里 检测到了一种 浓度很高的慢性毒药 看来有人在阿光的食物里 长期下毒 这种毒药 才是造成阿光失忆 和精神恍惚的唯一原因 阿光这才确定 自己不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而真正的凶手 就隐藏在他的身边 这天阿光在海边散惊的时候 又发现了那名流浪汉 于是立即追了上去 流浪汉竟然一路 跑到了宰宰的学校 差点将宰宰直接抱走 好在阿光及时赶到 为了不重蹈覆辙 他这次没有继续追人 而是留下来 仅仅抱住了宰宰 进此于是 阿光变得疑神疑鬼 精神也到了疯狂 和崩溃的边缘 他粗暴地将妻子 宰宰以及妹妹 全部关在家里 不让他们出门 妻子和妹妹 都认为他魔症了 在家里四处寻找 这时他又看到了 那张儿时的合影 突然照片角落里的 一个小男孩的身影 引起了阿光的主意 他惊讶地发现 这孩子长得很像 他和妻子领养的宰宰 随后 宰宰将阿光引到屋外 说出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宰宰其实已经40多岁了 因为患有不老症 一直保持着孩童模样 30年前 宰宰的母亲带着他 从南洋来到香港寻找父亲 谁知那个薄情寡义的男人 已经又娶了一个有钱的太太 为了保住自己的龙华富贵 宰宰父亲赶走了母子二人 任由他们流浪街头 母亲没办法 只好带着他回到南洋 因为生患怪病 永远长不大 宰宰被别人称作怪物 为了保护儿子 母亲只能带着他四处流浪 依靠出卖身体 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 后来母亲因命去世 宰宰也就被送到了孤儿院 并很快被好心人领养回家 为了隐瞒自己长不大的秘密 宰宰每次只能在一个家庭 短暂停留 为了攒钱养活自己 他总会将寄养家庭里的小孩 拐卖换钱 然后不告而别 继续寻找下一个家庭 开始的时候他还感到愧疚 后来就渐渐变得麻木了 然而宰宰长不大的秘密 还是被人发现了 他被送到医院 进行痛苦的科学实验 在医院里 他认识了患有 早衰症的弱智病人小梦 于是怂恿对方带着他 从医院逃了出来 两人辗转来到香港 宰宰再次来到孤儿院 准备顾忌从事 骗得好心人的收养 没想到收养他的人 竟然就是阿光夫妇 而阿光的父亲 正是那个 抛弃弃子的父亲汉 也就是说 宰宰其实是阿光 同父异母的哥哥 难怪阿光会觉得 宰宰长得很像自己的儿子 当年被抛弃的时候 宰宰其实偷偷找过 阿光 称自己是对方的亲哥哥 可阿光不仅不信 还伙同三个小伙伴欺负宰宰 他们嘲笑他是个没人要的小乞丐 还往他的嘴里喂沙子 那张合影就是在他们霸凌宰宰之后拍摄的 当宰宰被阿光领养之后 便想出了一个恶毒的报复计划 他一边蛊惑有智力障碍的小梦 犯下连环谋杀案 一边在阿光的食物里下药 让其失忆和精神崩溃 如此一来 不仅完美解决了那三个欺负过他的人 让他成为谋杀案的踢罪羔羊 警察泰哥也是宰宰用阿光的手机发短信约出来的 因为泰哥随口说过一句 宰宰为什么还没长大 这句话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动手的人也是小梦 而小梦就是那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 得知真相的阿光气急败坏 他准备将宰宰直接丢进海里 宰宰赶忙大呼救命 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妻子和妹妹听到呼救 赶过来拦住了阿光 阿光将宰宰其实已经40岁的事实告诉两人 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在这时 大批警察赶到 将阿光带回警局协助调查 阿光没有把真相告诉警方 就连妻子和妹妹都不相信她的话 更何况是一直排挤 孤立她的同事们呢 阿光什么也没说 只是要求保释 警方没有实质性证据 也只能将她放了回来 回到假后 阿光假装平静 然后悄悄把宰宰拖出来扔进海里 他要亲手了结这个恶魔 没想到对方竟然淡定地游了回来 还一脸得意地嘲笑阿光 称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阿光突然想起了独自在家的妻子 她顾不上宰宰 一路狂奔回家 可还是晚了一步 妻子已经被杀 尸体还被塞进了烤箱里 原来 宰宰故意引开阿光 就是为了让小梦进屋杀人 阿光彻底崩溃了 她冲上前去 跟还没离开的小梦扭打在一起 混乱中 阿光抢过小梦手里的电钻 最终杀死了对方 杀红眼的阿光手持电钻 回头继续追杀宰宰 就在她抓住宰宰 即将手刃真凶的时候 阿光的妹妹和大批警察赶到 宰宰再次顾忌重施 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在警察眼里 此时的阿光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他们只好开枪打伤了她 并阻止其继续行凶 随后 阿光被关进监狱 完美掩盖了自己罪行的宰宰 独自坐在海边吹着自由的海风 警局内 局长盯着那张阿光儿时的合影出神 突然间 他似乎注意到了角落里的宰宰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语乏是香港导演周显阳的首部个人作品 因为尺度过大 在内地上映时足足删减了30分钟 几乎改变了影片的所有剧情 内地版将一切解释成了男主角的南科一梦 这使很多观众看完后感到一头雾水 有观众认为 本片抄袭了美国经典悬疑惊悚片孤儿院 这其实是个误解 因为两部影片的上映时间都在2009年7月 最语乏的首映时间 甚至比孤儿院还要早上十几天 两部影片只是在真凶的设定上 有雷同之处而已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嫌疑犯罪和惊悚电影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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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